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 那今天有一個 當然很感謝志工 之前我們已經排練好幾個禮拜 來歡迎大家 志工盤就是以志工為核心 來運作的一個團體 那我們先到這裡 看看大家今天活動到這裡的問題 我們先補習一下 沒事今天精神不盡 來補充一下 下禮拜九月半 對面 十月 十月一號 十月一號 我就混頭了 十月一號 禮拜四七點到九點 我們在士林社大 士林社大上課的地方 那個是士林社大一樓普通教室 大門進去穿堂走進來 就會看到普通教室 那你可以坐捷運 坐到建坦捷運站 然後其實他的位置是在百齡高中 就在那個士林 建坦捷運站附近 謝謝 是這樣 士林社大就是百齡高中 對 他在百齡高中 對 就是以前那個 對 以前那個賣那個士林那個 一大杯刺的那個是旁邊 對 車場旁邊 對 他本來是本來是我們自己拜一支 但是剛好下個禮拜是有一個那個 我們社區在辦一個演講 自己用過小律師要演講 我們剛好是大家一起去到這邊去 我們也會過去 學部的都過去那邊 沒有 這樣有清楚 這樣有清楚嗎 對 我們下一次上課的地點是在士林社大 下個禮拜四晚上 那我們是以士工為核心的團體 我們的課程是為了做士工服務來做的 那我們現在最主要的活動就是我們要在各個社區大學 現在是各個社區大學 接下來我們會安排很多演講 很多宣傳的場合 那會有律師去講 但是律師講他還需要有職工做現場的職工行政 那我們下一次就自己去當聽眾 那你會看到我們其他的職工來做現場的行政 那你可以了解實際律師講的狀況 那你可以通過律師的講解 讓你更了解這個邱爾修案 請問那下個禮拜如果有新聞要來 下禮拜也可以嗎 是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對外同開的演講 但是我們有跟有果講的律師說 那一場是志工在其他講的那個深一點 那大家提議會收穫很多 所以會針對那個邱案的一些物證的部分 做更進一步的介紹 今天你會發現說 我們這邊介紹邱爾修好像沒有講很多法律的真點 我有講這個案件核心的地方 那我們等一下有這個四改會的雜誌邱爾修的專輯 我們請新朋友可以的帶一本回去 裡面有書面的介紹 那這些書面呢 背後的靈魂人物就是邱爾修案的辯護律師團 那他的召集的由我祥律師 下個禮拜會請四位大家來解說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 他今天活動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他要提出來 看他有沒有意見 是這樣子我們那個 在那個阿瑞有他的那個Facebook上有一個專頁 他的那個粉絲專頁可以請大家上去按讚 那個叫做邱爾順波比志工懷 OK 我有一次去看他 那他說說我那個專頁現在幾個人 我都要擺作者 然後他就 哈 這樣子請大家幫幫忙 去充任室 OK 好 那我問一下 知道今天來有沒有跟臉其他一樣 有什麼問題 這個送券 咦 那你今天要不要講一下 你會來的幾塊錢嗎 好 那現在你講 你會來的幾塊錢 你會來的幾塊錢嗎 如果有難學的話 我就可以這樣 然後 好 然後是期待幾塊錢 好 那那個 有關邱爾順深入的資料是這樣 各位 你們今天看到其實是最深入的資料 為什麼呢 像禮拜講的 你們一般的 你們出去邱爾順貼下來的巡迴演講 那事實上 你看那個 因為大家不是法律人 齋爾頓他這個案件在法律界討論很深 所以你要討論這個案件的去相關的固證 很多資料 你上網查 還有其實都很多 網路上很多 反而是 我們今天其實談了很多 大家 真正看到 齋爾頓的體驗 還有呢 齋爾頓有寫一個 他的回憶錄 所以從齋爾頓自己的角度 他怎麼樣 看看他自己案件 這個回憶錄是沒有對外公開過的 只有我們內部有參加這樣的憲 內部的憲憲 那今天也是 你了解 齋爾頓 真實齋爾頓最重要的一個方法 那 那個 所以今天是這樣子接 這樣子接進來 那你玩一下 我們下次會更努力 好 那大家看有沒有什麼想法 大哥大哥 今天能夠符合你的期待 有沒有建議 好 那你這樣有沒有覺得你可以幫上忙 對 我是怎麼講的 剛才我們講的就是我們這間 中間做的是 我們會去看齋爾頓 我們會寫信給他 那 我們會幫他寫信給別人 我們寫給導演 寫給主持人 那我們會幫他安排演講 安排律師出去講 然後我們直接才要做聯署 幫他回信給國際的朋友 這些其中有你會做的嗎 還有網站 嗯 試試看吧 好好好 來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覺得可以 今天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好 有沒有 來看一下同學們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同學 有沒有 那你覺得 讓你回外國去 你可以嗎 可以 你會寫過語言 好 我們現在 你們真的有什麼問題 要拜託一下 幫忙找一下 我們 來 我們那時候 邱爾頓有哪些國家去 英國 德國 瑞士 比利斯 瑞典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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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 澳洲 瑞典 對 剛才講 泰國分會還有泰委 好 所以呢 真的 這一次 那個 因為全世界都會一起寄過來 我們 現在幾月啊 幾月底了 我們下個月 大家暖身互相認識一下 接下來 12月我相信邱爾頓 就會把裡面 他收到來自世界各國的信 開始寄出來 好 那我們寄出來之後 我們就要分類 好 紀錄歸檔 然後開始 逐一的回信 好 那有往有來 我們才可以讓邱爾頓這個 這個運動 好 救援邱爾頓運動得到更多的關注 對 邱爾頓讓救援需要社會的關注 好 那才能夠讓吃法 放過這個案子 邱爾頓這個案件 它的核心在哪 對 邱爾頓是一個非常非常政治的案件 因為它是純粹是因為政治的因素 它才被抓起來 為什麼可以這樣講 比如說 那時候社會發生好幾 在民國76年解嚴之後 好 解嚴之前的疫情專案 每一島事件 好 政府第一波先抓政治意義人士 然後呢 接下來開始進行疫情專案 來抓社會上的這個黑道笨 雖然所謂抓的是黑道笨 來同家人們 點頭就知道 就是 那個 好 抓社會上的黑道笨 好 那為的是什麼 其實啊各位 政府以英雄多出土狗被 革命要靠黑道 所以政府為了這個穩定社會 把黑道通通抓起來 抓起來之後 解嚴就把人放出來 所以放出來之後發生一件事 那時候有6000名的黑道大哥 和一口氣離開監獄 所以呢 民國76年 77年 台灣發生了 非常非常多件的 魯仁兒屬萬件 其中小孩的魯仁兒屬萬件 就五十幾件 震動社會 這是因為之前一個錯誤的 黑道政策發生的 那其中最 影響最大的就是 陸正案 因為他爸爸非常有影響力 非常有神明 而且他爸很不能接受這個事情 但是呢 一直抓不到 那個綁架陸正的雄手 也抓也找不到陸正 所以最後迫不得已 警方跟這個政治人物 那時候內政部長的位置下台 所以呢 他們從監所裡面找一個 看起來 你說他是綁架犯 大家會相信的 那人就是邱惡水 來頂這個水 而且不只他找了十幾個 那這個案件經過了二十幾年的努力 當初 是六個死刑 十二個裡面 通通被判有罪子 那因為 其中有一半是少年犯 沒有判死刑 那有六個死刑 六個死刑到現在 二十三年打下來只剩一個死刑 就是邱惡水 可是呢 你邱惡順 一旦你承認他是一件錯判 你要去清算當年的這些 這些 陷害他的人 而這些陷害他的人曾經 也有包含 體政署長 國策顧問 然後 辦過內政副長的 那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 跟現在第一線的實權人物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臭惡尊害只沒辦法平安 而需要國際關心的原因 而且這也是為什麼 國際會關心的原因 這已經超過台灣本身內部的力量 這是你們在外面聽不到的 那麼 那 那 也就是說 其實以蘇建合案來講 蘇建合案 他在西元兩千年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他西元兩千年 五月十八號 高等法案裁定再審 為什麼是這個日期呢 是因為我們第一次政黨人替 就是發生在西元兩千年 西元兩千年 西元兩千年 三月二十號總統選舉出來 陳水扁確定當選 當選之後 四月陳水扁對外宣布 如果司法不處理蘇建合案 他上任總統之後 他就要處理蘇建合案 他五月二十號宣誓就職 五月十八號 蘇建合案裁定再審 司法要自己處理這個案件 也就是說 司法很政治的 司法很政治的 那 其中 蘇建合 剛才蘇建合台灣對外講 他是 台灣最相信司法的人 為什麼 因為陳水扁總統 連這兩次任期 都要特赦他 他拒絕 他說我希望通過司法審判 好我平反 好現在我們不高興 終於到今年還他請反 後來就這個案件也在這裡 就是說這個案件 為什麼這麼多律師 那你們接下來陪著很多律師 四處征戰 到處去講 跟大家做錯的真是願望 為什麼這些律師 他們去高雄 等一下 我們志工自己出高鐵費 律師自己出高鐵費 自己出餐費 去高雄他也下去講 現場多少人 美里那一場多少人 二十幾個 二十幾個 自己出錢 自己的時間自己下去講 為什麼他這麼樣的投入這個案件 因為他很清楚 這個案件 大家都看 但他們非常清楚 這個案件就是冤枉的 證據非常明顯 那他為什麼 下禮拜讓他們跟你講 那我們這邊 他無罪的證據 倦重等等 都歡迎大家 大家來看 我們都很開放 那何欣子說 因為這是一個冤枉的案件 他沒辦法平反 是因為政治的關係 好 那 那個 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們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別來賓 就是這個 小朋友的爸媽 對不對 那 他 這個小朋友的出事呢 再給我一點點小小的困擾 因為